这支影片呢 是双十八目的业配影片 在拍之前呢 我一定要讲个坚持情 因为呢 拍业配呢 通常会提那个方线 结果对方说 可以骂他们哦 变态 不要脸 抖恩 疯子 什么意思 这我骂你们是什么意思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哈 到底怎么会有人希望被骂呢 我真的找不懂诶 为什么这种厂商 跑来找我最多 要求我骂他们 疯了吗 而且他们还说 怎么可以接受骂哦 不要瘦你的头啊 哈 但是我骂人 我骂得很累好吗 不止哦 我刚才刚到这边 店员就跑出来说 明年可以骂我去死吗 去死 才刚到就叫我骂人 到底是多渴望被骂 我真的快要疯掉了 哈 而且叫我骂人 就以为我会骂人吗 哈 我是不听诗幻的哦 你只要把自己的东西 弄得难喝就好了 我就会骂了 不用担心 好吗 然后双十八木呢 刚刚公关很努力地跟我讲多 哦它是来自那个国旧的茶 不要死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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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本来讲多 我不会讲这个故事 可是因为这个故事 真的太无聊了 所以还是讲了一讲 哈哈哈哈哈哈 总之前面我讲的都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们的饮料 来进去喝他们的饮料吧 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呢 我走进来 装潢这么文青 居然愿意接受我骂他们 装潢跟他们提出的想法也太不讲辅了吧 哈 因为我走进来呢 他们的店呢 很适合网美 来拍照 拍网美照片 有很多那种柴犬的图纹啊 很可爱 然后这间店呢 在板桥 然后在店面里面看到的那些 很可爱的柴犬的图纹呢 其实它有出了周边 其实这个周边呢 我在后面讲的是 一开始公关就给我 汇率了 哈哈哈哈 他们偷偷送我 所以我这个人呢 就是吃这一套 哈哈哈哈 汇率我我就会讲好话 我这个人呢 没什么原则 日本主义的走狗 怎么可能会做人夺正直 哈 然后这次呢 我要喝他们的饮料 有果香系列 有奶盖系列 跟那个乐饮品 这个是春韵水果茶 黄金比例扫冰 扫冰怎么可能是黄金比例 我们泰国人最爱喝的是冰 哈 所以它就是水果茶 里面有百鲜果 有芭蜜 有苹果 有番茄 其实呢 我觉得水果茶跟果香系列 比较适合吃饭 然后买一杯来喝呢 因为台湾真的太多煎饮料 然后那种奶茶有时候太厉害 所以有时候就想喝这种清爽一点的饮料 来喝喝看 哈 好天然的味道哦 就是喝过那种很化学的那种水果茶的饮料 和这个完全很天然 然后里面呢好像有类似水果的果肉 然后甜度呢刚刚好 很顺口很解腻 有一种没有太多负担的感觉呢 因为喝饮料难免会觉得啊 好不健康的这个呢就觉得很健康 我自己觉得啦 哈 有什么意见 总之蛮好喝的 啊 想办了 我讲好喝 可是讲在你收了汇率的后面 哈哈哈 我还有说服力吗 哈哈哈 不重要 哈 管你们这些观众信不信我 反正我是觉得蛮好喝的 而且不只是单纯的水果的甜哦 还有一点微微的酸 就酸甜酸甜的感觉 没错哦 不错嘛 哈 其实饮料本身弄得好喝就好了 不用汇率我了 而且他真的是用 就是一块一块的水果在里面 你看 你是真的苹果 哈哈哈 不是假的哦 其实芭蜜看看 会不会是假的芭蜜 会不会只是个百事 喂 它芭蜜选得好 这种芭蜜你会喜欢 是 对 因为你本来就很喜欢吃芭蜜 哈哈哈哈哈哈 这个故事大家有想知道吗 可是总之 就是这个芭蜜你会喜欢的那种吧 不错 真材实料 这个是柳橙果栗茶 也是一样少冰 对然是少冰 可是蛮冰的 所以我就不计较了 哈哈哈 在泰国人的印象当中 就会觉得看到很多冰块 才会觉得那个冰 可是这个就算没有看到冰块 还是蛮冰的 里面有现价柳橙 如汇 跟乌龙茶 这几个东西 发给喜丁吗 哈哈哈 好 来喝喝看 厉害呢 蛮好喝的 做得这么好喝还叫我骂他们是不是太嚣张了一点 哈 哈哈哈 很挑战我呢 这种东西很难卖 它的那个柳橙吗 那个香很强很清楚哦 可是很艰难 它不像那种夜市里喝的那种什么柳橙 一喝就知道这是假到不行 稀释了很多那种冰块呀 已经完全没有流成本身的甜 然后里面还有那个流成的果肉 所以吃下去呢那个口感是有趣的 重点是 有时候呢流成呢如果处理的不好的话 它会有那个苦 这个完全没有 只有甜跟酸 乌龙冬就是乌龙冬 哈哈哈 我觉得你们这一间的果香系列不错哦 感想被骂的心态很变态 可是饮料本身是厉害的 而且它的那个甜真的很天然的很过分 因为这种柳橙啊 如果很假的话你喝下去 那个甜会有一种切喉咙的那种不舒服的感觉 可是到现在我完全没有那个感觉 太嚣张了 太过分了 哈 到底想要怎么样 哈 这一杯是橙香清饮 先 我饮了 它是现炸柳橙煎柠檬 这一听就好喝啊 这个搭配本来就是 Soci 的那个搭配 怎么这一杯难喝 哈哈哈 怎么可能每一杯都好喝呢 不可能一间饮料店 它的所有饮料都好喝 我不相信 所以来喝喝看它的橙香清饮 这一间店的饮料呢 很真诚 它说它是新饮 它就真的很新饮哦 就是你听到这个搭配你就会觉得肯定会超酸超甜 不会哦 超温和 那个甜度跟酸度很适中 吃了重口味来喝这一杯完全解腻 因为它真的有那种 注口的功能 哈哈哈 就是想注口好吗 就是让你的嘴巴变得干净 变得清淡 因为它有微微的柠檬的香 跟微微的流程的香 那个香没有很前列 不会让你觉得 哇 有一种 被打脸的那种感觉 有一种就是慢慢的按摩在这边 说我吃柠檬哦 我吃柠檬哦 这种感觉很舒服 连我这种喝很甜 喝重口味的人 都可以接受 它就很像 你平时很爱看SM的A片 可是 改看了很浪漫的A片 可是这个浪漫的A片还是A片 所以你还是很爱看 喝完了他们的 果香饮品 我当时是不是很失望啊 我到现在都还没有骂呢 怎么可能啊 心机很重哦 在那边解装什么 我们泰图很开放 尺度很大啊 都可以接受骂 然后做一堆东西让我无法骂 想让我丢脸是不是 哈 来喝喝看它的奶盖系列 第一杯是 黄后云奶盖 就是有奶盖跟大吉林红茶 奶盖跟红茶的比例是8比2 就2比8比2是一样嘛 其实是奶盖啊 所以是2吗 再接看得出来就8比2嘛 哈 他跟我吵什么吵 然后他说是黄金比例 它是正常堂呢 哇 精彩了 哈哈哈 来看看他的正常堂 有没有办法征服我们泰国人 对于堂的喜好 还喝不到茶哦 哈哈哈 我是喝到奶盖 奶盖 好好喝 好甜哦 好 好 肥仔的味道 我必须这么讲 所有的胖子一定会喜欢这个奶盖 哈哈哈 真的很香甜 然后那个奶盖的香呢 一喝就是哇 人生活那么久干嘛呢 哈哈哈 好好喝哦 虽然它是奶盖 可是它的甜度没有甜到死甜的那种 很好喝 它的奶盖 来喝茶 怎么有红豆的感觉呢 很特别哦 奶盖单喝的时候 它是另一个味道 可是它跟这个茶喝下去 它完全呈现出另一种味道哦 那个味道呢 很像加了奶油煉卤的红豆汤 这是招牌 我逛屁事 哈哈哈 蛮特别的 蛮好玩的 这个口感 就是它要茶不茶 要甜点不甜点 这种口感很有趣 不难喝 绝对不难喝 绝对不雷 然后很适合买来 然后分享给男朋友吃之类的 它就会是一个话题 我发誓我真的没有喝过这种饮料 它的甜好特别哦 可是它就真的很像红豆汤 可是它就不是红豆汤 它无法形容 它就跟我的性别一样 哈哈哈 哈哈哈 我蛮喜欢的 经过会点来喝 会让我一直想念的一杯 就睡觉会觉得 啊 到底那是什么口感 真的好难形容 这杯是冷露 绿醇奶 扫糖扫冰 扫糖是什么 扫冰是什么 在我的字典里面是没有的 可是呢 必须也被 要喝一下 哈哈哈 我们日本主义的走狗 没有在做自己的 哈哈哈 所以它就是国际品牌的奶精粉 搭配冷露绿茶 所以它就是 奶精跟绿茶嘛 是奶绿吗 哈哈哈 我帮你们翻译 它就是奶绿 哈 可是呢 它的甜度呢 有够甜 哈哈哈 如果扫糖是这样子甜的话 花宁台南人来 哈哈哈 好嗨哦 我好开心哦 好棒哦 这才对吗 这种甜度 哦 它害我好想喝它的全糖 哈哈哈 是我 接受甜度的能力退步 还是 你们 喝越来越甜啊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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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心情不好 你喝这一杯 你肯定就是 完全忘掉了你今天发生的任何的鸟事 接下来来喝它的热饮品 这是冬季新品 热饮品呢 我从来没有在台湾喝过 我是指手摇垫的部分 不管台湾的天气多冷 我还是一样喝冰 哈哈哈 哈哈哈 所以这一杯是黑糖菊花茶 它有润喉的功能呢 我现在完全可以唱歌 哈哈哈 哈哈哈 来 哈 你看 声音多红亮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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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现在喉咙有一股凉凉的类似 它是薄荷的香 可是它不是薄荷的香哦 然后那个菊花茶的香 配上那个黑糖的甜的香 蛮好喝的 这一杯 感觉很健康 可是感觉蛮好喝的 而且很简单哦 它就是很纯粹的就是 有菊花的茶的香 跟那个黑糖的甜 就这样 它清爽江湖气的必备有甜 你有剪过了吗 哈 你有没有提到江湖气 就用你的声音哦 我没有必要再重复讲 哈哈哈 哈哈哈 有降火气吗 你看 都骂不出来了 哈哈哈 你看 这两个东西送给我 哈哈哈 配合成这个样子 哈哈哈 哈哈哈 没有可是真的它好喝 现在搞得好像 我已经讲东西 没有人会相信 哈哈哈 接下来这个是黑糖菊花奶 又菊花又奶 哈哈哈 再准备一杯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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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喝喝看 就是多了奶香 它就会变成更柔顺了呢 有一种 早上喝的那个奶茶的触感 喝了就会有一种新品气和 就是啊 是不是 哈哈哈 哈哈哈 可是本来就很搭 这个搭配 奶啊 黑糖啊 菊花 怎么样都不会难喝 因为这个搭配 一听 然后一喝下去 它就是 不会有不相符 或者不匹配的地方 接下来是黑糖桂花茶 哈 最近你们的黑糖是很厉害 是不是 因为你们每个都吃黑糖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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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都喝到第几杯才发现 你们黑糖这么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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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什么意思 哈哈 这一杯是什么 这一杯很像那个 辣肚子的药 那个香 就是那种 你可以想象到 药会很苦是不是 给小孩子吃的药会变得偏甜 可是那个甜 我这个甜很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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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喝就有那个童年的回忆 跑起来 在我的脑海中 所以这一杯是养颜美容 是不是 那我就应该 太需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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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什么眼可以养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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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杯是黑糖桂花奶 牛奶 牛奶就把那个 药的香的感觉 调整成刚刚好适中 可以喝 不排斥 去应酬 有人买 给我们喝 还是会喝 可是也不会主动 买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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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这个是周边商品 有杯垫 环保袋 以及 杯套 我只拿了杯垫 跟杯套 环保袋 它没有送我 哈哈哈哈哈哈 没关系 我就只拿了两个东西就好了 哈哈哈哈 我来拍片 也不是为了免费拿东西的 哈哈哈哈 因为这个呢 就是要预购 因为很抢手 接下来呢 警察来了 我只是拍业配而已 哈哈哈哈哈哈 接下来呢 爽石巴木呢 会有很多特惠的活动 买一送一啊等等 只要四只信 去他们的 官网 他们的 粉丝 去看 本来 找我了吗 哈哈哈 那观众呢 我计划 我计划 你会有什么样的 如果我们发现 一位 你会有什么样的 我计划 我计划 在这个 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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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有什么样的 我计划 天啊 你会有什么样的 感谢观看